最近一段时间,娱乐圈里好声连连,除了不少女明星生下了宝宝之外,更是有诚意涵,张欣宇这样的当红女明星,找到了自己的一身所托,就在前天,著名女星张佳妮在微博把Water自己生下了二胎,现如今家里已经是厮口人了。 但是在微博下面,众多好友的评论,才是更有意思,而其中一则就是张佳妮和张欣宇之间的对话,张欣宇称恭喜,但是张佳妮却回复着快点跟上,而这个快点跟上的意思也是很明显,就是让张欣宇赶快也和她一样,当猫生宝宝,虽然在谈话中无疑说漏了嘴,但是有关张欣宇已经怀孕的消息, 早就传得是满天飞了,有趣的是,面对媒体孤天盖地的报道,张欣宇居然没有出面澄清,当然由于乐圈里有怀孕为满三个月不能说的习俗,因此就算是和张欣宇求证,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出来。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,张欣宇和和杰的婚礼,已经定在了本月的8月27日,这么快的选择进行婚礼仪式,肯定也是有着一些说不得的秘密,毕竟公开或许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如此匆忙的办婚礼只有一个可能, 那就是张欣宇的确是怀孕了,只不过张欣宇虽然在脸上进行了微整,但实话实话,她的底子还是挺不错的, 而最重要的是她的老公和杰,在男人中也算是个极品了,长相英俊也非常有军人的气质,而且家庭背景也相当不错。 最重要的是,不少网友都觉得帅气的和杰在某些角度,真的是神似当红小鲜肉羊羊,最重要的是羊羊和和杰都是军人。 所以说张欣宇能找到这么一位优秀的老公,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夫妻,估计她和和杰的宝宝肯定是非常漂亮可爱的。